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美国绿卡和移民签证申请中的疫苗要求和豁免 那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美国你提到S85办绿卡 或者说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都需要打相应的这些疫苗 那这个呢 是移民申请中必要的一部分 从2021年开始 有了新冠的疫苗以后 还需要打这个COVID新冠的疫苗 那不管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就是任何一种都可以 比如你在中国 那么除了美国生产的 Pfizer啊 Madeira这些 中国的国药啊 科兴等等这些疫苗也可以 有一些人呢 他不愿意打 尤其是最近的新的 这个COVID的疫苗 比如在美国 有的人担心呢 说会有凝血 血栓啊 这样的风险 那或者呢 在中国担心呢 说一位原来的主持人啊 研发的相关人士 有的说又被调查了 等等 他也担心 说这个疫苗 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他想要申请这个豁免 那么怎样来办理这个豁免呢 我们在这里来讨论一下 办理豁免一般有两种办法 一个呢 你需要有医生的证明 医生证明呢 讲你不适合打某些类型的疫苗 然后呢 那么如果打了COVID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疫苗 可能会引起身体的强烈的反应等等啊 那这个呢 他有可能能够取得豁免 那当然具体的呢 要由医生来决定 那你先要有一个医生的报告 然后呢 你可以提交I601 waiver的申请 要求豁免 那有的人说 我没有这种医学的必须的这种状况 我只是不想打 我不信任啊 或者是我因为其他原因不愿意 我能不能申请这个豁免呢 理论上有可能 但是比较困难啊 像这种呢 如果说有的人提到 我因为宗教因素 我的宗教信仰 或者叫Moral Conviction 我自己的道德准则 让我就不能够接受疫苗的接种注射 他可以以此为理由来提交这个豁免的申请 但是呢 这个并不容易批准 他需要陈述具体的来解释 说我因为信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或者自己的道德信念 让我不接受这个疫苗的理念 然后这个呢 必须要是有说服力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点 一般来说呢 他需要是反对所有的疫苗 比如说就从来没有接种的疫苗 在中国呢 这个可能就比较难 很多人从小的时候 在政府的安排下 他就必须接受了这个那个疫苗 如果说我对其他的疫苗都没有意见 只是最近新出的新冠的疫苗 因为时间还不长 因为各种原因 那我不信任 我这个担心 那这样解释呢 一般是不够的 所以你要么有医生的证明 专门解释 你为什么不能打某一种 或者某几种疫苗 要么呢 你自己要解释说明 比如说我所有的疫苗 我都不打 因为我的个人的信念 而不能说中间挑剪出来某几种 不管你是否有医生的证明 如果要把疫苗的豁免呢 你都可以填写601的表格 我们有一些客户 有在美国的 也有在中国的 询问我们关于豁免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里统一解释一下 像刚才讲到的 豁免你要么要有医学证明 要么要说明 就是说我什么疫苗都不打 只有合适的理由 像这样 最后再讲一个相关的故事 大家可能听说过 美国二战时间的总统 弗兰克林·罗斯福 他是坐在轮椅上的 为什么呢 他在中年期间 在担任过很多政府的高官以后 在那个时候 后来他当时去访问一个孤儿院 然后在那里得了小儿麻痹症 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儿麻痹的疫苗 好多小孩小时候得过 有的时候就有严重的后果 有的时候后来就恢复了 但是弗兰克林·罗斯福家境非常富裕 他小的时候就没有暴露在那个环境 一直没得过 到了中年才得 得着很凶险 最后没有丧命 但是他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所以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 疾病病毒等等 他会平等的影响到每一个人 所以这个疫苗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这样的这种历史也是美国政府 比较注重打疫苗的要求 现在这个规定是这样的 当然关于COVID以后 是否说可以接受只打某几种疫苗 然后或者在这方面的要求有变化 这个到那个时候 我会对大家再做更新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绿卡和移民签证申请中的疫苗要求 以及豁免的选项 谢谢 谢谢